每次來都鬱鬱餐商 被批了還沒事 你看 多厲害 這叫分骨不熟 遠遠流長 真的是 現在用的很大方向見到的是木雕 今天市場的木雕是非常親自的位置 每一位上 都是不同的老闆 旁邊的木雕就在京前的木雕 兩側的四肩上會有白雕朝紅 而外側的老闆是燒煎 燒煎之上則是用邊蔚和色際花味做修飾 那么这些图案的寓意呢 它主要体现的其实是福禄寿喜之意 也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呢 他们向人文始祖福袭许愿望 把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用木雕进行了一个阐释 包括像进阶下包 海棠之砧板 东侧路气松下 西侧仙河望月 松禄河之意 就是福禄寿的体现 这是木雕 再来我们抬头看一下上方的彩绘 我们看到这一横的彩绘呢 全部都是六十丝卦的卦像 来凸显出福西八卦的一个后来的延伸卡 上方的匾额呢 都旨在彰显福西功德 保存下的老匾呢 是东侧看到的这一块 蓝底金冰的开圈以及匾 蓝底金冰呢 可以说是千代匾额的一个典型特色 这是在大清乾隆四年的时候 由甘肃东茶院千多玉石 远展成所提 一位郑思平的大员 监督监察的职责 它底下这四个单的含义呢 其实指的是 福西开启与天气的实验 创立五语伦比的业绩 对于福西功德的一个高度改阔和赞扬 好 那么对于福西 以他专门的八卦 我们就进入大殿 来进行一个丧及的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